Martha Buffett 我記得 上一次 在成都過身 是差不多八年前 一晃八年就过去了 我也马上要 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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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27 谁说我28 你小心我下来 你骗人怎么下来 听我讲一些心里话 我记得我在这个球场 看过无数次的比赛 对我也知道 你说有时候我对我自己 是充满着自信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可以到这个地方 来开演唱会 因为开完北京和上海的演唱会过后呢 我就说 不开了 真的 说实话 有那么一点点累 因为要有很多的工作 我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状态 能够呈现出来 所以 我说不要了 他们说 不行 你应该在成都开一场演唱会 因为你欠成都一场演唱会 我想了一想 我说也是 有香港的朋友 有台湾的朋友 有韩国的人 有美国的人 他们都来到这个场地 开过演唱会 我凭啥子不在这开一场演唱会 说不起真是 所以我说 我一定要在这开一场演唱会 因为这是我欠你们的 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我喜欢你们欠我 所以我要不停的 努力的去拍更多好的作品 去给你们看 让你们一直都觉得 你们亏欠于我 你们 亏视我的容颜 你们贪恋我的才华 其实我是来这儿 开演唱会的 不是来讲段子 而且下面有一些 影视作品的歌曲 你们也一定都知道